今天来求职这份工作 是必要的还是非必要的 都可以 你看不是非必要 在座的有这个六位女生 如果让你们不工作 会死吗 我觉得肯定会要 一定会有一个别的兴趣爱好和打发时间 比如说要读多少本书啊 或者跳瑜伽啊或跳舞啊 一定会找到其他的 释放自己注意力的地方 那就是可以 反正不工作只要有别的事干 不一定要挣钱 我觉得我就要是没有工作 来 挤一个一个来 没问到你呢 你的个子那么小 你可不想工作了 就想找男朋友我知道 来 小青 我觉得我如同会死 如同会死 对 工作呢 是实现自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理 你听她说话就知道 她不工作会死 她每次说话的节奏特别紧 她的声音很有标志性 对 就很正统的那种标志性的 现在是九点一刻 现在不回家你会死 你赶紧回来 就那种感觉 来 陈薇 你不工作会死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跟年龄有关的 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年才三十出头 那对于我目前的状态 不工作是会死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工作状态 我不会持续很多年 我对我自己规划 就是十到十五年 是我全力地去工作 然后之后我可能会 换一种生活方式 朱家印应该不会死 我肯定会的 你不是那么 你不是那么 我不工作会饿死的 假如不饿死 这个答案最好 杨蓉 你不会死 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我就会很难受 但是如果我有了老公 有孩子 我可能就觉得还好吧 可以不工作的 杨蓉 你是工作会死 不是 对对对 他一直 这句话说的对 他一直在找 他一直在找那个 那个安全的港湾 贾军肯定也是不工作不行的 是吧 对 我觉得前天 金金金属决定上层见 我就一定要有 财务相对自由 要不工作 我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接受的 好 我为什么问这个 我是真的觉得 女性待在家里 和不待在家里 真的是完全两个状态 当然待在家里 也可以呈现出那种 生机勃发的状态 但就要看你怎么去 安排自己的生活 对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做的事情 其实是家庭主妇 它的系统的复杂性 一点都不亚于 男人在外面的一份工作 其实很繁琐 你要求薪资多少 四千 第一轮选择去何流 还有四盏灯 段总那儿 其实是一个好机会 五八道家 来 天生我有才 是 现在